港星王子兰和未婚妻李亚男 2月14号的情人节婚礼还是一天二 两人被拍到在九龙堂的一家教堂 紧锣密鼓地做彩排 特别是预言两人交换戒指的一刻 简直就是幸福满意 与此同时 他们又抽时间出席婚礼赞助商的活动 表示就算婚礼第二天就要举行 但还是露请了许多人 有一点紧张 因为这几天好像还有一些朋友 我们请露了 就是没有邀请 没有邀请他们 就是忘了 对啊 所以都跟他们打招呼 真的不好意思 实在是太多人 我每一天都在打电话 就是说 其实你在我心目中是很重要的朋友 但是我还是忘了 虽然后天就说婚礼 但是我还是问你 那个面皮很厚的问他 你来不来哦 对不起 我不是因为有人不来我才邀请你 只是因为我真的忘了 希望你原谅 但是非常好 有一些朋友就主动打电话来 我非常 我的脸皮也 我的面皮也非常厚 我现在问你 你是不是忘了邀请我 我说 对啊 实在太喜欢这些 面皮厚的朋友啊 太喜欢了 然后大家又不介意 这些才是真朋友 真的 谈到婚宴当天的安排 王子兰表示 已经安排了50多桌 其中艺人朋友会占3到4成 被问到 邀请那么多朋友 一共要花多少钱 王子兰就一味的叫穷 但其实纵观整个婚礼 从婚纱 婚饼到酒席 再到蜜月旅行的酒店跟机票 其实全部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赞助 不要说花钱 王子兰夫妇可能随时已经赚了很多钱 所以王子兰夫妇以下这段采访 大家听完之后可以完全忽略 基本上我上一年赚的钱都花光了 没有所谓了 因为是新的开始 你就真的没有所谓了 我就真的没有所谓 你知道 你看我们传媒朋友笑得多开心啊 我就这一年 我希望度蜜月之后呢 我就回来了 然后我就重新赚钱 从零开始 另外被问到跑男第二季的筹备情况 王子兰就表示 没有听说人员会做出任何变斗 但是时间特别的紧张 因此连自己的蜜月旅行都要让路 我为跑男牺牲都挺大了 本来我就答应了亚男 就是去一个月的蜜月 但是因为跑男里面 其他的兄弟的党系的问题 我还是只能给他三个星期 我度完蜜月之后 就马上回来就要派跑男了 YES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